陆珍所演唱的无人知晓 好有气质的一首歌 我们今天超级美食家要跟大家聊聊 现在当季 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开直播 可以看到王瑞瑶 可以看到瑞瑶姐 跟大家来聊天 因为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当季最流行的螃蟹 也就是万里蟹 连续好几个连续假期 听众朋友都跑去渔港 都去找万里蟹吃 然后今年的万里蟹呢 应该是润月的关系吧 不知道今年的万里蟹是肥还是瘦 听众朋友是肥还是瘦 这个问题不能问我 王瑞瑶永远都是肥嘟嘟 王瑞瑶永远都是肥肥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望月楼的主厨 好久没有来我们超级美食家的苏全辉 苏师傅 大家好我是望月楼主厨苏全辉 苏师傅你好 另外呢 哎呦另外呢就是我们望月楼 也是我们超级美食家的好朋友 颜慧源望月楼的行销公关 慧源 哈喽姚姐真开心 今天可以在久违之后上您的节目 好了我们现在先让 呃慧源 慧源新冠肺炎 你们有没有受到严重打击啊 之前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担心 但是还真的是运气算不错 但我们这中间也做了好多事情 呃我在这个严刑拷打之下 问了我们苏主厨说 哎到底 我看一下被严刑拷打的 大家可以看到苏师傅看我变瘦 问他说 哎到底哪几个月受了影响 哎真的是还不错 真的我们只有四月 只有四月吗 对因为你看看去年呃我们二月也做的还不错 二月还有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挺OK的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春酒啊 然后一些客人也会在餐厅里面宴客嘛 的益住 哎三月也不会也就是四月也就好像疫情最严重的那个时候 但是但到后来五月就是母亲节 尤其是今年的七八月 大家说这个报复性的消费 嗯对然后姚姐我真的要跟您报告啊 人家都说九月是淡季 但我们也淡季不淡 我们不但超越去年的营业额 而且我们还over budget 对后来我就说啊 我说是师傅的魅力这么强大吗 他就说哎呦是因为拜大家这个 这个国门啊都封闭了 不能出国之四 可是问题是会员你们家不止望月楼啊 对你们家有三个餐厅 三个餐厅老师说 在mega50对不对 对对对 表现如何 49楼呢是我们的亚洲料理餐厅 这间餐厅很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个200平大的户外花园的空间 对还有喷水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哎我们这间餐厅事实上你知道空气是非常流通 他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所以在疫情 对没错 在疫情期间也很多客人都说哎我知道你这个餐厅然后还主动要求说我们可以坐到户外去自助餐呢自助餐呢因为最主要就是它是这个全国最高的自助餐厅50楼咖啡啊这间餐厅当然也是有美景有美食然后我们也很用力的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段我们都用不同的主题来吸引不管是旧与新知也好都会来上门光顾 所以老实说overall来讲呃不可讳言的当然就是宴会厅啦宴会厅真的是 有人敢结婚不敢请客 对但那时候后来疫情很严重也受到人数的限制 所以真的宴会厅受到一点影响但当然现在生意也都回来 但老实说三间餐厅真的还不错 而且我们还开始那时候疫情严重我们还卖早餐 然后Wilson还要出午餐的便当 便当 对对在我们大楼卖真的真的 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人敢出来 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Wilson你这段时间更忙了 其实没有闲到 本来还以为苏师傅还以为所有的师傅在这段时间都可以喘一口气 不过呢喘一口气并不是好的消息 对不对 对 怕喘了气之后就再也不能喘气了 大家害怕的是这个 好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进广告之前先让大家看一下 今天苏师傅还有会员给我们超级美食家的听众朋友 搬来了哪些料理 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我们今天其实不光是要跟大家介绍望月楼的螃蟹万里蟹的料理 然后呢也要介绍望月楼的新菜了 今年的新菜 可是我觉得蛮好玩的 其实你们家跟进 呃跟进万里蟹好多年了 第一年就跟进了 对我们 对不对 我记得第一年 2016年哦 姚记我们2016年才开幕 五年了 六七八 第五次 第五次 不夸张 对啊 对 你们家就等于是听众朋友 如果要去吃万里蟹想要锁定专门做万里蟹的餐厅 其实望月楼的确是一家不错的餐厅 因为每年都在出新的东西 然后每一年都配合新北市政府 我讲对不对 是 都在 所以你不一定要去龟猴吃 不一定要杀去鱼港边啊 对不对 对 尤其是我们还推了一些料理 就是只动你口不动你手 因为大家觉得吃螃蟹挺麻烦的 对 我们有先猜蟹肉的料理 我给大家看 这是只动你手 这个是动口又动手 有没有看到 现场的这一道是动口又动手 现场的这一道叫做梅子柠檬蒸花蟹 这个一定要自己动嘛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这一定要哦 要剥哦 可是有什么东西是不要动手 等一下有一个东西也要动手 动手叫做泡菜 泡菜干煎三点蟹 哎 今年的时群好肥哦 你们今年有用到时群吗 时群通常我都差一路比较多 对啊 因为今年时群好肥 以前时群好瘦 然后刚才讲说 只动你口 不动你手 就是这个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其实刚刚呢 我们在拍照 其实菜来的时候 王苑瑶有先拍 这道菜叫做燕窝蟹肉 炒蛋白 这道菜好香哦 这道菜好香哦 香喷喷的 你 嗯 嗯 为什么餐具放你那边 我都没有 给我一套 这两套都是给您专用的 对 听众朋友 王苑瑶在那边 嗯啊 发现怎么搞的 是他们两个人要吃呢 没有没有 王苑在旁边 我们太不试效 放错位置了 没有得吃呢 有没有看到 这个其实刚刚一上桌的时候 我给大家用比较更低的角度看 这个其实呃 苏师傅做这道菜 是高档菜 我刚才不试相的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点吗 有 有人点 来 我是王苑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今天有开直播哦 今天开直播是因为我们想要介绍 呃 新版 新版 呃 新北市啦 板桥 好 望月楼 苏全辉师傅所带来的 一二三 三道 三道万里蟹料理 加上两道 两道望月楼的新菜 听众朋友如果现在要追上直播的话 就可以看到直播的镜头 不是定在苏师傅脸上 也不是定在会员的脸上 是定在一道叫做燕窝蟹肉炒蛋白 一道非常传统的港式料理 对不对 这道菜很传统很高级 嗯 这个本来是一个传统菜啦 嗯 就是燕窝要先发过 就是干的燕窝先发过 然后再用一些上汤调味 喂过 有味道的燕窝 对 然后另外这个蛋白的部分呢 要用很低温的油去过油 嗯 然后过油之后 它成丝状之后 然后再过水一次 嗯 如果我直接炒它就很老啊 嗯 这样它就比较滑嫩 嗯嗯 然后蟹肉的部分 我要先把这个比较小只的食群或是三点蟹或是花蟹 嗯嗯 比较小只我们没有整只炒 就是把它蒸锁以后拆落 嗯 拆完糯以后 我们再用一些机油炒香 然后再跟蛋白炒在一起 然后再填进去这个蛋壳里面 然后再放上有味道的燕窝 传统是一坨这样炒完一坨啊 我把它外观再改变一下 精致化 传统其实就是摆在盘子里面 对 可是苏师傅把它填进蛋壳里 对不对 把它填进蛋壳里 对 苏师傅你这样子这道菜 这道菜应该有燕窝 而且又是你自己发的 这道菜在你的餐厅有人点吗 有有有 我本来很紧张 因为我们旁边都是豪宅啦 豪宅 也是有人点 嗯哼 好 然后呢 这道菜的外观 听众朋友不会看到蛋白 也不会看到蟹肉 因为呢 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漂亮的白色鸡蛋 上面呢堆满了 坠满了燕窝 而且苏师傅 你说燕窝也是你自己发 对不对 对 那请问 你为什么一直让我觉得 有高级铁板烧的感觉呢 就看起来 其实我们售价也没有很贵啊 嗯 看起来好像很贵 对 可是也没有说卖到很贵 不能尝试 好 听众朋友 我现在要用小汤匙挖 可是我很担心 我用小汤匙挖 这一道 等一下 来来来 等一下 我用小汤匙挖这道燕窝蟹肉炒蛋白 我很怕它会叠出来 所以呢 我要先用盘子准备好 我们家会员好紧张啊 会员就一副要我挖进嘴里的样子 就是挖起来放进嘴里 先长为快 对啊 而且你看 大家其实可以透过直播看到 它其实呢 就是 有没有 我直接从上挖到下给大家看 叠出来也没关系 因为我的盘子已经准备好了 好 就可以看到蛋白 还可以看到刚刚苏师傅所讲的 手拆的蟹肉 有万里蟹肉 有没有满满的 而且呢 像这样子 等于是这个蛋里面 大概有一两口 对不对 一口两口 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还有哦 看起来很小 可是装很多的 装的品价 看起来很多的感觉 而且是满满的一口 好 我先放下来 放下来的原因是我要调整 直播镜头的角度 听众朋友就可以 等一下挖洞了这一个 它其实放在蛋壳里面有意义 蛋壳其实不但有温度的保温 而且香气也收在里面 对不对 好 我要给听众朋友看我挖出来的这一口 而且会员好紧张 会员说了解 你就这样挖出来 挖出来 给大家看挖出来的这一口 就这样子一口要塞进嘴里哦 有没有看见啊 听众朋友 这一口呢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燕窝 蛋白 还有蟹肉 对不对 而且是用一种调味很轻巧的方式来做 对就是不会用很重的味道 除了不是用很重的味道之外 我知道了苏师傅刚刚讲 炒蛋的一种细腻度 因为你希望蟹肉跟蛋白还有燕窝 它们三个的质地都是很接近 对不对 对 都是软软嫩嫩的 对 是不是 然后要吃得到蟹肉的鲜味 嗯 蟹肉的鲜味很明显 老实讲 蛋白的味道也很鲜哦 然后还有一丝一丝的燕窝 吃起来很高级耶 我们等一下广告的时候 再来跟大家分享价钱 现在先来分享味道 好 除了这一道叫做燕窝蟹肉炒蛋白之外 我其实对于有一道菜好感兴趣哦 因为呢 这道菜老实讲呢 在香港人在做料理的时候 通常会用梅子来蒸排骨 可是呢 我看到苏师傅呢 拿梅子肉来蒸花蟹 是不是 对 梅子蒸花蟹 这也是传统的广东菜 嗯 听说朋友 台湾 很少 很少 就是我来台湾这么久 很少 就是有师傅做这道菜 比较少了 比较几乎没有看过 嗯哼 为什么 梅子 就是可能 就是 没有去尝试看看 或是以前的客人 嗯 不一定喜欢 嗯 但是这个吃起来就是有一点酸酸的 然后配这个花蟹 那个味道 就是很突出的 而且老师讲梅子肉 我现在就可以闻得到那种很开胃的感觉啦 对不对 传统是梅子 后来我就把它再改变一下 我因为我有常常也吃泰国菜嘛 嗯 然后我就想说我柠檬 柠檬可以做鱼做一些海鲜 所以我这个就加了柠檬进去 让它的更有层次一点 更有香气 就是不单纯是梅子 它还有柠檬味 嗯哼 跟这个花蟹也是很很搭的吃起来 我现在其实近拍这一道 梅子柠檬蒸花蟹 我就可以看到你的梅肉有经过处理 对不对 对 我现在看到这个红红的就是梅肉吗 梅肉 因为梅肉 这个是青梅 腌制的青梅 可是它那个青梅颜色看起来好漂亮哦 因为这个我们要先用山楂跟红糖 熬过那个酱再跟梅子拌在一起 我在这里笑 苏师傅都不知道我在笑什么 苏师傅 听众朋友 你以为梅子柠檬蒸花蟹这么简单吗 你以为就是梅肉剁一剁 就可以蒸花蟹了吗 跟我想象中 蒸排骨完全不一样 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 原来梅肉有玄机 好 听众朋友 因为呢 传统呢 其实在香港广东菜里面 也有一道就是蒸排骨 对不对 有蒸排骨也有蒸花蟹 可是梅肉没有 这么江湖处理过啦 蒸排骨的时候没有 对不对 也有抓 也有混合 比较简单化的 就直接梅子剁一剁了 就铺上去嘛 有一些餐厅就比较 就是城市味道好一点 就会先用山楂跟红糖熬 跟醋熬过以后再拌这个梅子 然后再去蒸 那就味道会更好更香 所以大家看哦 不一样哦 我本来刚才在看说 其实它梅肉怎么会是这个颜色 有没有 它的梅肉的颜色是这样子哦 听众有看到吗 而且其实我刚才吃到嘴里的时候 不是酸溜溜的梅子肉 不是 我有咬不到颗粒的感觉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好我们等一下在下一阶段 嗯 就让苏师傅 你也有鲜渣 对不对 对 他刚才说要熬煮 没有山楂熬过了 对 他说要熬煮 熬完已经吃不到了 但是它味道有 有 而且这颜色很漂亮啊 颜色很漂亮 好来 我们今天先把螃蟹料理吃完 吃完了之后呢 再来介绍两道新菜 那苏师傅有休假吗 苏师傅有休假吗 有啦 有休假 可是苏师傅你没有回香港了 对不对 现在不能回 因为都要隔离啊 之前也都没有回去 之前也没有 过年有回去吗 过年没有 因为那时候就开始 不太能出国 因为过年那个时候 其实 也是正忙的时候 忙完又不太能出国 他忙完了要回家了 就疫情就来了 对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办法 好啦 听众朋友 我们来讲 刚刚王瑞瑶所吃到的这个 燕窝蟹肉炒蛋白 请问这怎么卖钱 我们刚刚呢 已经给大家试吃 王瑞瑶给大家试吃了 燕窝蟹肉炒蛋白 开直播哦 大家可以看到王瑞瑶在吃 而且我觉得这道菜好湿润好香 而且刚刚在广告的时候 有稍微询问一下这道菜的价钱 四个蛋 卖你一千元油爪 我这样讲对不对 会员 不能讲详细的价钱 九百元油爪 九百元更狠 好 九百元油爪 有没有看到 好高雅的一道料理 好高雅的一道料理 把它放进了这个蛋壳里面 好可爱 好 紧接着呢 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是 梅子柠檬蒸花蟹 同样的呢 或许听众朋友会认为说 就是梅肉拿来蒸螃蟹吧 哪里你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呢 尤其是我刚刚偷吃了一口梅肉 之后苏师傅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很传统的广东的技法 料理的一个味道 可是在台湾比较少见 这个梅肉刚刚有稍微透露 要熬对不对 对 这个我们要先用山楂跟红糖 跟醋熬煮完以后 再去拌这个梅肉 所以青梅的颜色也改变了 变成红红的 有一点点红色 对不对 好漂亮 跟这个花蟹 煮熟的花蟹的颜色 好称哦 是不是 对 可是味道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还用了柠檬来辅佐 对 它的香气就会更好一点 柠檬是我加进去 传统没有用柠檬 传统大家会不会觉得 就是用梅子的味道 就很醇厚了 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 大家在吃海鲜的时候 喜欢酸溜溜 好 给大家看一下 瑞瑶姐要咬这块身体 瑞瑶姐不喜欢大脚 我只喜欢身体 然后还有 这道菜用蒸的就可以了吗 对 用蒸的 蒸完我们再把那个汁淋上去 这个蟹 嗯 那味道就很好 所以是蟹蒸熟了之后 把酱淋上去 不是 我拌均匀一起蒸 蒸完再把汁再淋上去 诶 可是这道菜 我竟然一直吃 我又要吃给听众朋友看 听众朋友 你看 我在吃这个蟹肉的时候 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种 快炒的味道 是不是 看哦 嗯 嗯 哦 这鸡的花蟹蛮肥的 对 现在花蟹都很饱满 很甜 很甜 对啊 它不是像清蒸那么平淡 对 是不是 对 清蒸就是 一般说吃原味 但是我们其实用这个腹煮它之后也是很好吃 嗯 很好吃 不一定要吃的是原味啦 对 很多人会认为活着清鲜的 直接蒸就很好吃 可是我觉得它有梅子肉 而且颜色真的很美哦 哦 鲜渣其实也扮演了一些效果 哦 很好吃耶 苏师傅 对 这道其实不输给排骨 不输给排骨啊 因为螃蟹它有鲜味 嗯 鲜味配这种梅子啊 柠檬这个 是很 一个很搭的味道 而且听众朋友刚才已经听到 王人咬在咬螃蟹的声音了 咔啦咔啦的响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我想咔啦咔啦这么猛咬 因为它就是用 梅子柠檬去蒸花蟹 所以呢 这个咬下去的蟹肉的脂很有味道 对 所以大家还听到王人咬 一边咬一边吸 一边咬一边吸 就是很想把它咬一咬 把汁咬一咬的感觉 嗯哼 这道很好吃很不错 好 听众朋友 我都吃到追不上这个介绍菜的速度啦 因为呢 我其实吃螃蟹的速度很慢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 我其实年纪越大 吃螃蟹的速度越慢 并不是王瑞瑶变笨 是因为呢 想要珍惜食材 对 吃螃蟹本来就慢慢吃 对 慢慢 然后吃这个慢慢吃 越吃越有味道 嗯 把肉都蹭出来了 哈 而不是糊仑吞枣 咬一咬就要丢掉了哈 就等于是你要珍惜这个物资 尤其是螃蟹 不要急 不要急 好 接着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道 叫做泡菜肝尖三点蟹 好 来 会员来 会员给了我一个新盘子 泡菜入螃蟹 对不起 我今天一直撞到半客风 泡菜入螃蟹 这个创业又是来自哪里呢 这个就是我前阵子 因为肺炎的关系啦 看到一篇报道 就是法国有一些研究说 吃这个就是可以 对身体比较好啊 免疫力提高啊 吃什么啦 泡菜 哦吃泡菜 泡菜 那我想说 韩国泡菜吗 对韩国泡菜 我想说泡菜跟螃蟹 其实也是可以去做一个配搭 嗯 然后我就用 用这个 其实这个煮的方式就是 我们广东菜有一个叫做 茄汁干煎虾 茄汁干煎虾 干煎虾跟 就是我把它变成螃蟹 嗯 然后 然后就是 做法也是把它煎完以后 煎完以后 把泡菜炒热 嗯 就是比较干一点的时候 再拌那个酱汁 然后把它收干 嗯 那个那个那个酱汁 其实也 不是只有茄汁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香港人就 茄汁下 茄汁干煎虾 还会参一些 茄汁的酱汁 茄汁酱 茄汁 茄汁 茄国啦 茄汁 茄汁喔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呦 破功了 我想说你中文会进步的 国语会进步 听众朋友 刚刚我一直都在吃哈 有听到泡菜的声音吗 有吗 好爽脆 我刚刚其实呢 苏师傅在讲的时候 我都没有专心听 因为呢 我泡菜夹了一片 夹了第二片 夹了第三片 现在嘴巴都是泡菜 哇 这个泡菜很好吃耶 泡菜跟螃蟹相遇 把泡菜的味道 大幅提升 所以呢 苏师傅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呢 我都在敷衍他 我终于听到了一个 应食喔 应食喔 我现在想说什么东西啊 应食喔 那我要翻译了 应食 不是应食 是 应式酱汁 对对 应式酱汁 应式酱汁 因为香港人做那个茄汁虾 不是只有茄汁嘛 有加一些OK汁 还有极 OK汁是极汁吗 不不一样 OK汁就是 大量蔬菜跟水果 番茄 浓缩的 就比较 就是英国出的 的酱汁 所以OK汁 OK就是OK 就是OK汁 直接名为OK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特别就是 极汁 极汁是一个口 再一个很着急的 对 我们 广东话讲一次 大家都知道了 Gip japs Gip japs到底是什么japs 就是 武士特将 其实它是 武士特将 就是乌醋啦 对 高级的乌醋 英国制造的 这个是以前 它比较特别里面就是 有一些 铁鱼跟螺旺子 去做的 所以听众朋友 你不要以为 茄汁就是 Gip japs 哪有那么简单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直播没有停 吃也没有停 好 对啊 听众朋友 它的这个泡菜 就等于是泡菜 跟这个螃蟹汁 混在一起 对不对 对 它其实这个味道 不一样 或许你会觉得 吃韩国泡菜 有的时候会觉得 味道就是很单纯啦 虽然它也是 发酵的乳酸 可是它炒过之后 其实现在已经全冷了 它那个汁 全部都扒在这上面 泡菜 我不敢讲说泡菜 比螃蟹好吃 可是这个泡菜好吃 这个泡菜 这样就可以吃饭了 而且我等一下 搞不好泡菜 我要剪出来 而且也不失 它的爽脆感 对不对 主要是酱汁 有调整过 对 夹了刚刚讲的 音是这样 很好吃 好 我们进广告 就要来讲价钱 因为在广播的时候 不能讲价钱 除了刚刚跟大家讲 四颗 四颗燕窝蟹肉炒蛋白 九百元油找 这个泡菜干煎三点蟹呢 这个六百八 活的 活的便宜 一只吗 你们来 完整一只 完整一只 完整的三点蟹 都是活的 活的 好 我刚刚 但不绝口 一直想要吸汁 把汁都吸光光的 梅子柠檬蒸花蟹 这个今年怎么卖 花蟹会比较贵 1580 因为它成本就很 很较 花蟹不便宜 今年的万里蟹 行情如何 今年应该不会便宜 其实也差不多 但是花蟹原本就贵了 我为什么讲 今年不会便宜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今年大家都在台湾消费 对 而且这种 这种野生的 它 产量也不是 也不是说 很大量 我其实今年就有看到 诶 赵雨鸣来了 赵哥哥来了 他也是万里蟹专家 我知道啊 在之前的时候 姚姐我还特别问过 陪陪 对 他就说 前一阵子天气热 事实上 这个螃蟹就会到处爬 爬到比较冷 的地方 然后呢 后来又在那个国庆节 国庆日之前 又碰到 那个海象不佳 事实上 渔夫也不能够出船 因为老实讲 海象不佳 万里蟹的行情 就会受到影响 因为万里蟹是当日 捕捞回来的 万里蟹并不会 拖很多天 所以呢 大家只要看天气 看海象 就可以知道 你今天要吃的万里蟹的 价格的高低了 如果你有去海边 对不对 所以赵雨鸣来了 而且今年大家都留在台湾消费啊 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吃 一定要抢的 后来 我是王苑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王苑瑶现在正在吃万里蟹 而且吃的是梅子柠檬蒸花蟹 因为追不上 还追不上泡菜干煎三点蟹 因为梅子柠檬蒸花蟹 花蟹的味道好细哦 而且花蟹肉好细 对不对 好纤细的感觉 所以我都在偷稀 所以刚刚节目一开始 听到两个人在偷笑我 因为我舍不得 舍不得放下梅子柠檬蒸花蟹 好了 我们要直接进入到泡菜干煎三点蟹 刚刚呢 其实苏全辉师 苏师傅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来讲菜 也都是巨细迷遗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了 梅子柠檬 你要蒸海鲜 要知道你怎么做了 对不对 要去熬一个酱 这个酱要加鲜炸 对不对 加三 加还有红糖 红糖 对不对 然后一些醋 醋 然后最重要还有青梅 要剁碎 对 你自己在家里 不光是蒸螃蟹 蒸鱼 就可以做出 还有一点点蒜跟辣椒 蒜跟辣椒 对对对 你真的是什么都教大家 我们会整理出来给大家 等于是在面对海鲜的时候 大家可以这样处理 然后呢 泡菜干煎三点蟹也是 它其实也是用一道 非常传统的 就是茄汁 对不对 茄汁干煎虾的做法 我把它改良 然后再加这个泡菜进去 其实主要味道就是我们调制那个酱汁 就是不是只有茄汁那么简单 对 刚刚讲茄汁 除了茄汁还有OK 知道什么 OK汁 OK汁 还有吉汁 对不对 我们刚刚会员现在的手 变成那个非凡大探索 再给大家旋转 泡菜干煎三甜蟹 因为的确也是 排得好美 我刚刚只敢从下面拿泡菜 因为很害怕 这样子一出炉的拿 这个螃蟹就跌倒了 这个摆盘其实是一整只三点蟹 而且呢 强调因为是在万里蟹 现在盛产的期间 用的是活螃蟹 我们都是活的 那我要拿一只它会跌倒 它就漂亮的摆盘就跌倒了 真的 这个不会跌倒 这块在下面 好给大家看一下 用茄汁的方式结合了韩国泡菜 做的泡菜干煎三甜蟹 可是我觉得泡菜有经过处理 泡菜好吃 变好好吃 对不对 因为吸了这个酱汁 还有一些螃蟹的味道 很鲜啦 更加的鲜美 好除此之外呢 等一下 慧远 难道那个万里蟹 只有三道菜吗 今年还有什么料理 我们总共其实是有六道啦 对 还有哪 还有哪一些 还有威士忌三点蟹 威士忌三点蟹 对 这个是呢 讲的是酒吗 对 酒 这个 这个是 就是熟的螃蟹 去泡威士忌 有点像那个 上海他们用花雕 不是生的熟的 有点像 上海做花雕 醉蟹的概念 泡那个大甲蟹 我把它改良过 用威士忌去泡这个三点蟹 用洋酒来泡 用洋酒来泡 其实我有吃过 上海人其实现在这个季节 用的是大闸蟹 其实 不应该讲说这个季节啦 我那年去的时候 大闸蟹刚刚出来 只要大闸蟹 他们把它煮熟了 就拿来泡 有味道的酒 对不对 有味道的酒 有味道的酒 因为其实不是只有泡 对 不是只有酒 所以我刚才讲呛哈的时候 苏师傅很急说 不是呛哈 因为呛哈一方面是因为生的 还有呛哈 其实就是纯酒 对不对 对 所以等于是配 用有味道的酒 去 有一些酱油 调味 花椒 是花蟹吗 还是三点蟹 三点蟹 三点蟹 肥的啦 肥的啦 对不对 除了威士忌之外 还有呢 还有什么菜 还有 我们有做一个 虾子蟹肉 大 大云吞 云吞是我们广东人 叫混沌的 称呼啦 称呼 称呼 就是 爆到很 很大颗 应该有 半颗拳头 那么大 半颗拳头 这么大 对对 然后再用一个老母鸡 熬的那个 龙汤 然后加一些 这个南瓜 让它金黄色 漂亮的汤 去配这个蟹肉 大云吞 蟹肉大云吞 好 听众朋友 现在王润瑶不断的在试吃 泡菜干煎三点蟹 我觉得这个三点蟹 干煎的手法 好迷人哦 跟刚刚我所吃到的 真花蟹 又是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风味 完全不一样 它其实干煎了之后 已经被我咬成这样子扁扁了 因为舍不得的原因 是因为 它其实有被烙到的部分 都是干香的 好干好香哦 因为它三点蟹本身就 可很薄 很容易吸味道 而且这样煎过之后 味道更香 香酥的感觉 还有什么菜呢 还有差一道菜 还有点心 点心我们做成螃蟹的造型 把虾脚做成螃蟹的造型 他们家 苏师傅最会做造型 造型港店 听众朋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有一年 苏师傅也做了螃蟹造型的虾脚 对不对 我还故意把它排成虾脚从笼子里逃走的样子 一只一只都逃走 栩栩如生 好 时间剩下不多了 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望月楼了 所以等于是望月楼呢 也有一些新菜色一直在变化 望月楼我们说成立几年 四年了 四年多 今年要第五年 第五年了 有大规模换菜单吗 一直都持续有再换 一两年会换一次 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宣传 就是我们就换了 三月份的时候 所以三月的时候换了菜单 对对对 最招牌的是什么 最招牌我今天也带来两道 一个是荷叶米莎牛小牌 在眼前有一道叫做荷叶米莎 米莎不是偶像的名字 米莎牛小牌 等一下会详细讲给大家 还有这个柚子片皮手撕机 柚子片皮手撕机 柚子片皮手撕机的现场 来也给大家看一下 看起来好像苏师傅 给我带来了烤鸭 是不是 像不像 这个是鸡 好像片皮 片皮鸭 但是它是片皮鸡 可是好漂亮 为什么鸡可以烤的这么样子 好像片皮鸭一样这么漂亮 这个是炸鸡 等于是游灵鸡 可以这样讲吗 脆皮鸡 这个脆皮鸡 脆皮鸡 我们传统的脆皮鸡 就是把它用 苏师傅要进广告了 休息一下再回来 进广告的时候 王润也要继续吃 听众朋友就定着这两道菜 这两道菜就是今年望月楼三月 换新菜的时候的招牌料理 目前为止非常受欢迎的柚子片皮手撕机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荷叶米沙 大家或许不知道米沙是什么 可是苏师傅等一下讲 故事给大家听 苏师傅米沙 米沙听起来好可爱哦 荷叶米沙 好 王润也要继续咬 我说这个煎过的干煎的三点蟹 好好吃哦 所以三点蟹 巴子这个味道 而且因为肉 蟹肉 因为关煎的关系 它有一个焦焦的感觉 对不对 有一个焦香 焦香味道好浓 很好吃 而且刚刚给大家介绍 因为成本的关系 一整支的泡菜干煎三点蟹是700块有找 对700块有找 然后如果是梅子 梅子柠檬蒸花蟹的话 那就是1600元有找 对不对 1600元有找 然后呢 这个燕窝是 900元有找 王润已经吃了 已经吃了一个被我吃掉了 所以看到空空的 那刚刚姚姚姐讲说 我们还有其他三道菜没有带来 所以姚姚姐就一定要到望月楼 去吃饭 对 对好久没有去了 我们铺红地毯 欢迎姚姚姐的大家光临 然后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这两道招牌菜 先讲价钱 荷叶米沙牛小牌多少钱 这个是580元 怎么会那么便宜 对啊 大家看到牛排的数量 真的而且是美国的去骨牛小牌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这个呢 柚子片皮手撕机 这个是580元也是580元 便宜哦 而且其实因为它手撕机 我要给听众朋友看下面 而且之前威尔森说姚姐 他用了半只的脆皮鸡 这个都没有骨头 完全没有 没有骨头 没有骨头 我给大家看 他们会拼煮这样子 好像烤鸭 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 因为我刚才都没有掀起盖头来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里面 里面就是半只脆皮鸡 鸡丝加上满满的柚子肉 最下面是柚子肉 对 这是一个季节的料理 是是 所以特别带来 让姚姐品尝 我等一下 我再拍近拍这个 有吗 柚子的果粒好明显哦 我偷沾了一下 好好吃哦 好清爽 我是汪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望月楼的主厨苏全辉 还有Mega50的行销公关 盐会员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介绍当季要吃的料理 呃 刚刚本来呢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荷叶米沙牛小排 米沙两个字 听起来好梦幻哦 可是我刚刚偷偷沾了一下 柚子片皮手丝鸡 我觉得我应该要从手丝鸡开始吃起耶 苏师傅 你们把手丝鸡变得好斯文哦 或许现在大家会觉得吃洪仔鸡好像还蛮容易 可是呢 可以把这个脆皮鸡做成这样子的形式 我还会误会它是烤鸭耶 苏师傅 对这个其实是片皮鸡 嗯 不是片皮鸭 对 我们这个是脆皮鸡嘛 脆皮鸡的做法 就是先用一些姜葱 跟盐五香粉腌过 差不多八小时以后 我们再把它的皮 就是用热水淋过以后 再沾麦芽糖跟醋 嗯 让它风干 差不多十二个小时再生炸 嗯 那个皮就会脆了 嗯 那炸完以后 一般以前就这样就切 切出来就吃嘛 对 然后我 我就是把它的皮再 去皮 再切切出来 然后把那个肉 再 在 就是骨头去掉 撕成 一丝一丝那个肉 嗯 再去拌这个肉脂肉 然后我 我加了一些 手撕一条条 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 加了一些肉脂酱 进去 嗯 就是 拌这个 肉跟 肉脂肉跟鸡肉 嗯 然后再把这个 鸡皮 铺上 铺上去 可是苏师傅 我吃你们的手撕鸡 其实这样单吃就很好吃了 而且听众朋友 其实这只手撕鸡已经凉透了 可是我刚才在吃它的皮的时候 你们家的皮好迷人哦 你知道我都可以 还可以吃得到 完全冷透的手撕鸡 皮薄薄的那种香味 而且呢 还有皮下的油脂 咬下去的感觉 好香哦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用麦芽糖跟醋 风干 嗯 之后再去炸 所以其实它的前置也很像烤鸭 对不对 前置跟炸鸡一样 我们广东菜的炸鸡一样 跟广东菜的炸鸡一样 对 它等于是要用糖 醋 去让皮紧实 对不对 麦芽跟醋 对 麦芽糖 麦芽糖跟醋 对 蒙芽糖都吃到傻了 然后就风干 还有它的皮很好吃哦 我再近看给大家看 然后还有因为 它拌了一点柚子 柚子就可以直接入菜了 而且呢 还用了一点柚子酱 去辅佐味道 我如果没告诉听众朋友 这是鸡皮 大家会不会觉得 它就是鸭 就是一个漂亮的烤鸭皮 这么漂亮 亮光光的感觉 有看到吗 所以这个也是传统菜 手撕鸡的变化吃法 而且是季节性的变化吃法 好 有听到吗 有 有听到皮的脆感吗 而且咬下去之后 就有很香的鸡油爆出来哦 很香的一道菜 好 又香又清爽 紧接着要给大家介绍 这个是 很有偶像名字的 叫米莎 偶像来了 荷叶米莎牛小排 什么叫做米莎呢 米莎其实就是粉蒸 粉蒸肉 这个其实粉蒸肉 它是明朝的时候就有了 啊 等我一下 你今天要讲故事哦 讲历史哦 讲一点点历史 好 那我把镜头背好 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 以前在明朝的时候 叫做生珍珠啊 生珍珠 一个米就一个生 就是参加的参跟生同志 一个米之骨 在一个参加的参 参加的参 生珍珠 生珍珠 那时候就是把猪肉切成厚片 嗯 然后把米磨碎以后 加一些花椒跟调味 嗯 然后就这样蒸了 嗯 到了 但是米这里哦 因为那个我写他的新闻稿 他之前有强调 米要先用为火 对不对 米用炒过是到清代的时候 哦 所以之前也不用炒 在明朝的时候没有 是这样写吗 对 来我给大家看哦 听众朋友 如果你追上直播的话 就可以看到生珍珠 的这个生字到底是怎么写哦 一个米在一个参加的餐 生珍珠 对 真哦 嗯 然后到了清代的时候 才变成要炒米 哦 炒米 然后呃 肉的部分 再变成五花肉 哈哈 炒米磨碎 然后一样用花椒 跟一些调味 跟炒过了米 然后去拌这个五花肉 去蒸 就是从那个清朝的时候 传进去这个广东 一个叫龙江的地区 哈哈 那时候商贸很发达嘛 嗯 商贸很发达 就是有一些 外地做官啊 跟一些商人啊 把这个 嗯 把这个粉蒸肉 传到广东 那广东人就叫 米沙肉 嗯 就是叫龙江米沙肉 就是米沙哦 今天看到了这个米沙两个字 就是米沙蒸肉的意思 去到广东之后 味道要演变了 我们广东人是用南乳 南乳 红色的豆腐乳 对 用红色 红色豆腐乳 红色豆腐乳 嗯 去去调味 嗯 调味一样米炒过 然后做五花肉 然后我这个就是 把它再改良过 这有 这里面有红豆腐乳吗 没有 一点点 我们 我们 这个是换成牛小排 嗯 因为我想说 呃 牛小排跟五花肉 一样有油脂 让这个米呢 吸到以后 它也是同样的效果 就是很香 然后这个米 吸到那个油脂 很好吃 挑米沙给大家看哦 如果你追上了直播 就可以看到米沙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粉蒸 对不对 对对 粉蒸肉的粉 对 师傅用月光米做的 自己炒的 可是以前的人好聪明哦 大家知道花椒 本来就是中国 在中国是原产地 他们就会用花椒来去形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会用草米的方式 等于是半烟半蒸 然后这个调味上面呢 原本只有染乳 后来我就是这个 一起跟我们点心师傅去研究啊 因为我们广东点心 很多是蒸的 对 要像凤爪啊 金钱肚啊 这个调味就是 点心师傅很会调 这种蒸的东西 我就跟他一起研究 里面还加了一些柱猴酱 海鲜酱 南菜 沙茶 嗯 跟南乳 因为味道吃起来 并不像大家印象中的粉蒸排骨 或者是粉蒸肥肠 对不对 对 等于是他呢 呃 经过了转化 再一次第二度转化 哎 可是这个米沙 真的不像我们所吃到的粉蒸 这个米沙的味道比较丰富 对不对 好丰富 而且还有一点点辣辣的 有一点点冷掉 如果热的时候 真的很好吃 很香 会很香 其实现在虽然冷透了 我都可以吃到 它有一点微辣 还有这种 呃 酱香味 调味的多层次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呢 这个呢 呃 去骨 美国的去骨牛小排 经过这个米沙的包覆 有没有 这是米沙对不对 对 苏师傅 经过它的包覆之后 味道都不同 然后这个也要 嗯 蒸 蒸快一小时啊 让它油脂融化 嗯 让这个米去吸味道 然后牛肉也软化 嗯 对 就是 会比较好吃 哎 我这是算是 大家比较少吃到的 蒸牛肉 蒸的 用蒸的鸡排来做的牛肉 很少人做 很少人做 所以牛肉下去是生的 生的下去蒸 对 生的下去蒸 嗯 很特别哦 而且味道也做得很好 这个技法也在台湾 比较少见到 好了 我们的时间到了 谢谢苏师傅 谢谢会员来到 我们超级美食家 望月楼 谢谢 望月楼 万里谢 我还没有讲完 望月楼 望里谢 还有我们的新菜哦 其实望月楼好近哦 望月楼只要做捷运 超方便 超方便 真的 大阪桥站 对 而且呢 你会发现 餐价呢 虽然他们家也是香格里拉 不是 他们家是远东饭 其实我们是台北 香格里拉 远东饭店管理 远东 远东饭店管理 等于是五星级饭店管理的 管理的餐厅 然后呢 呃 他的这个餐价会比 你在台北市内的五星级大饭店吃的餐价 至少少两成 两三成 真的真的 我们是新北市的价钱 对 两成 对不对 所以只要你一步 做捷运 又快 又快 哎 等一下 问题是 我记得望月楼从开幕到现在都一直都客满中啊 现在要订 现在还是客满吗 基本上周末假日啦 越接近周末的时候 好 所以听众朋友还是订一个位啦 对不对 谢谢叔师傅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谢谢会员 谢谢姚姐给我们机会 拜拜 拜拜 会员变比较瘦 大家有看到吗 有吗 有吗 有比较瘦 对我太好了 你们两个先说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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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吃螃蟹又吃牛肉的王瑞瑶 拜拜 大家其实要知道怎么样 你知道去找好吃的地方 CP值高的地方 跟大家推荐望月楼 拜拜 谢谢 谢谢姚姐 谢谢 谢谢 谢谢